梵蒂岡公布了今年圣诞树和圣诞马槽的产地 今年在圣伯多禄广场展出的圣诞树和圣诞马槽 将会在12月3日下午5点 由中座梵蒂岡城国委员会主席 费尔南多·维尔热之书基主持揭幕仪式 这棵近100英尺高的白云参圣诞树 来自一座人口只有182人 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小山城罗塞洛 以圣诞马槽就来自威尼斯附近的小村苏特利奥 全人手木雕制作 另外在保禄六世大厅 也会展出由伊地马拉政府自送的圣诞马槽 马槽描绘了圣家和三位天使 由当地工匠用大型的彩色布料和木雕制成 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树和马槽 将会展出到明年1月8日 下宣诞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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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 下宣诞山